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有炸药的无人机袭击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 至少有100人死亡 125人受伤 但是叙利亚卫生部长戈巴胜 告诉国家电视台 有80人死亡 约240人受伤 据路透社报道 在叙利亚国防部长离开毕业典礼的几分钟后 武装无人机随即轰炸了该地点 成为有史以来 针对叙利亚军队设施最血腥的一次袭击 一名目击者说 毕业典礼结束后 人们便走到院子里 随即爆炸物就击中了他们 他们不知道爆炸物从哪里来 只见地上尸横遍野 视频显示 一些穿着迷彩服 还有一些穿着蝙蝠的人 躺在一个大庭院的血泊中 一些尸体正在闷烧 另一些尸体依然还在着火 在一片尖召声中 可以听到有人大喊把他赶出去 背景中还可以听到一阵枪声 但路透社无法证实这段视频的真实性 叙利亚国防部表示 这起事件造成平民和军事人员的死亡 并指着有已经知道的国际势力支持的恐怖组织 但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个组织 目前也还没有任何组织立即声称 对这起事件负责 叙利亚国防部和外交部誓言 将全力回应这一次袭击事件